好来看到大年初四银财神位在吉安乡的金财神宝殿 大年初四举行了银财神的祈福仪式 那么县长徐振卫立委复昆奇和吉安乡长游淑珍担任主机关 同时也发赠金币跟福袋洗糖 祝福大家龙年发大财 大年初四银财神位在吉安乡的金财神宝殿香火鼎盛 大家都来拜拜祈求财神也保佑新年发大财 也有许多民众一大早就前来排队要领取金币福袋 初四的下午两点都是不管是外来的旅客 或是在地的花莲乡亲都会来到这里来迎财神 谢谢我们带四银公主这么多年来 给我们开启的这样的一个助导 也希望财神今年带来的是全家安康幸福美满 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心以外 也能够缔造每一个年轻人跟每一个家户 在收入在工作在事业上都会非常的圆满顺心如意 今天也特别谢谢我们带四银公主带来了发财金 以及县长到位的花莲的一个开运红包 淑贞也带来了满是祝福的金币 希望我们能够带给乡亲事事如意以外 能够心想事成 下午两点半迎财神仪式开始 由县长徐真卫、立委夫婚旗和节安乡长游竹珍 共同上乡祭拜 并敲九响八财钟 点燃八财相助 仪式圆满隆重 接着就是大家等待已久的领福袋 大牌长龙的人潮 可以领到县长、立委、乡长 亲自发振的一元红包 金币福袋还有数字喜糖 场面热闹非凡 接着会节相报道